另外来看这地点是在屏东万丹四围国小的后门 有民众说他才刚刚在夜市吃完东西走上车 就有一名抢匪跟着他躲进后座 那么持枪抵住他 逼他关掉行车记录器然后抢手7000多块 那么紧接着在潮州地区也有被害人说 他被歹徒开枪射击轮胎恐吓 警方现在这个巡线已经找到了这一名抢匪 他的住处有大批的枪弹 还有三箱烟火以及遥控硬爆器 资料先带过来 大客杨舟炉男子毫无防备 警方见机不可施一勇而上 一个架住脖子一个拉住双手 为何被抓嫌犯心里很清楚 原来他在屏东地区犯下多起抢案 在夜市尾随被害人跟着闯进汽车后座 拿枪抵住被害人的头 逼他关闭行车记录器强压到堤防 抢走七千多元现金 隔几天又蒙面持枪恐吓 被害人趁机开车落跑 车尾还被开了一枪 落弹的这些民众 然后持枪就直接把它压到车上 然后祥称自己是在跑路 需要这个费用 8月16 9月16跟9月17还有10月16 那在昨天晚上是10月17被我们查过 三个月犯下四件抢夺案 都选在每个月的16号 以为就是他的幸运日 而警方掉月板支监视器 锁定男子作案的机车 跟肩埋伏在扬肉店逮人 也在他的住处搜出大批枪弹 电极棒 甚至还有三箱火药 以及遥控引爆器 47岁的陈信强匪 有多项前科出狱之后走回头路 还藏大批火药 总统立委选举在即 候选人安全令人担忧 究竟火药有何用途 警方还要追查 而蒙面大道落网 也让出门 总是提心吊胆的居民 松了一口气 记者李安平 评论报道